《給多點鼓勵我們》 大家好 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阿Kin 以下節目內容 取材至時政評論員岳山 於《大紀元新聞網》發表的文章 自上海這一波 Omicron疫情爆發以來 由於暴力封城 引發當地民怨震天 官場亦都怨聲在道 有官員自殺 亦都有高層頭痛住院 期間一直伴隨著權鬥傳聞 且涉及左右路線之爭 習江之爭 還有中央空港派 和上海本土派之爭等等 最直接被衝擊的是 上海的第一、第二把手 李強和龔正 最近網絡熱傳上海市委書記 李強市長龔正要讓位 網絡留言說 丁薛祥王偉忠 在4月24日召開 上海市委疫情防控專題會 李強、龔正兩位要讓位 李強被公認為是習近平的心腹 是習近平主政浙江省時的委備書長 龔正曾經與李強在浙江省共事多年 屬於習家軍的儲備軍 並且有傳聞 龔正是習近平信任的副總理劉鶴的梅夫 習近平4月25日到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視察 中辦主任丁薛祥全程陪同 而當日上海書記李強 在上海衛民大型企業醫療急救中心前線人員 4月27日 廣東省長王偉忠仍主持省政府常務會議 上海市長龔正 4月27日也在上海檢查疫情防控措施工作 不過4月28日 畢者從熟悉的上海官場人士哥道得到的消息認為 要換人應該是真的 但是換上來的也都不值得相信 都是阿曲西 意思即是無腦的傻仔 現在上海封城防疫狀況百出 確實令到不少人質疑 上海官場水究竟有多深 有關換人的傳言背後可能不簡單 海外資深媒體人方偉在推特表示 我要提出一個問題 我在上海四年 好多上海的同學 太太一家人都是上海人 我了解上海公務員隊伍 是好敬業和有效率的 如果說剛剛開始封城比較混亂 有人捱我可以理解 但是三天之後 上海一定會反應過來 有效解決 糧食並不會短缺 以上海的效率 有什麼可能糧食送不到去居民樓呢? 除非有意不想送 有人有意想餓死人 你說呢? 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 一夜可以掃蕩社會任何對象的政府 似乎沒什麼作為 所以我想再問一句 上海有人有意想大面積餓死人嗎? 這樣很容易令人聯想到官員的躺平 有些分析家已經把躺平背後的淵源 聯繫到上海的前任官員 例如出身上海的江澤民親信 現任政治局常委韓正 前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 以及兩人聯手提拔的 曾經在上海市衛生局任職的大臂 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等人 而在疫情爆發之後 突然被提不為市委副書記的諸葛宇傑 本身就曾經是韓正的大管家 上海幫的確是中共官場不好惹的勢力 習近平本人上中央前 曾經主政上海7個月 明報在4月6日 有報導介紹習近平在上海一書 所反映的是習近平在上海的時候 並未能收藏關心 而直到李強在2017年10月到任上海之前 整個上海完全是江澤民家族代理人的天下 上海被稱為魔刀 其中一個指著的就是暗示 這是江澤民的老巢 另一方面 包括中辦主任丁薛祥 和國家監察委主任楊曉道 兼任國新辦主任的中宣部副部長徐倫 這些都是習近平現在重用的身邊人 都是來自上海 至於現任政治局常委裡面 黃滬寧是中央抗疫領導小組的唯一副組長 他是江澤民曾慶紅從上海起用的 這樣令到上海出現牽連中南海的勢力交錯的狀態 最近一個月以來 代表習近平中央附互督戰的中共副總理 孫春蘭的參與 也都令上海官場的情況變得更加複雜 早前一篇在大陸被封殺的網民 是劇起支持上海官員的角度 影射孫春蘭和李強為了互相推捨責任 展開連場惡鬥 上海疫情已經成為中共內部防疫路線之爭的火山口 李強本來受到上海官員、專家 特別是防疫專家張文宏的影響 更顯得像是溫和的與病毒共存路線的擁護者 後來上海當地官媒已經與中共口徑一致 力撐動態清零不再提精準防空 同時批判與病毒共存的路線 上海亦都有體制內的人士 譬如袁長征醫院副院長兼感染科主任 妙曉輝出聲反對動態清零 但中央官方和官媒則繼續強調堅持動態清零 這樣反映出事件在黨內已經產生矛盾 近日網上流傳一篇文章 內容是讚揚朱鎔基在1988年 在上海成功處理甲型肝炎疫情 似乎有借此宣洩對現任執政當局的不滿 類似的文章在4月19日 還登上了中共文政部核下的《公益時報》 標題為《1988年上海大疫情是這樣戰勝的》 一篇本來是上海官媒《解放日報》2020年2月的文章 由民政部的媒體重新翻出來轉載 而進一部查看現任民政部部長唐登傑的履歷 唐登傑從上海發家 在上海仕途時期正是江派最強盛的時期 唐登傑曾經擔任上海汽車工業集團總公司副總裁 並於2001年擔任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總裁 黨委副書記 這兩家公司都是江緬衡的地盤 唐登傑於2003年起擔任上海副市長長達8年 這次轉載舊文發表不禁令人有所聯想 微博上左派對李強和防疫專家張文宏的評擊 已經有一段時間 電一來有關上海要從上到下來一次大整風的呼聲 在網上迅速冒起 強調上海需要所謂的二次解放 上海不整風中央權威將不復在等等 和兩年多前武漢疫情期間 任志強等人公開要求習近平下台不相同 一次上海疫情封控措施引發的怨怒指向 基本上只是針對上海當局 要習近平的親信李強和公正下台 藉由習近平之手整肅習近平的親信 也可說是反習派的一種削弱習近平威信的操作 因為中共官場人人皆知 領導人與委秘書長本來是無可置疑的 一榮俱榮一夫俱夫的關係 李強本來是中共二十大入常熱門人選 甚至於被指有望接替李克強的總理職位 如果習近平真是揮淚斬李強 將牽動整個中共政局 最近中共廣西省委書記劉寧 率先叫出 永遠擁大領袖 捍衛領袖 追隨領袖 這樣可能說明二十大前 習近平在黨內遭遇到挑戰 才需要捍衛 另一種可能 即是習近平當局有意為之 宣示權力穩固 不理是哪一種情況 如今上海李強和公正的仕途 是否真是受阻 將會是中共二十大權力鬥爭的一個風向標 這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這裏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新視覺聽新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